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新厂2021年4月开工,今年7月上凉,12月上旬举办设备到场活动。 新厂预计2023年12月商转,目前有员工1000多名,其中包括外派人员。 为了实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量产目标,台积电决定加强人才招募,根据其日前公布一份文件内容显示,他们计划2023年员工人数将增加到2000人,较去年翻倍成长,努力增强半导体综合实力。 台积电招募的人才包含地方招募、培训机构以及外派支援。 对于相关人力议题,台积电12月初未进一步补充说明,但业界预期,台积电,美国新厂人力是由当地招募以及外派人员组成。 2021年时,美国新厂就派外籍人员来台培训12至18个月,近期已陆续返回美国,准备晶圆厂营业。 与此同时,外界关心台积电派前多名技术人员赴美,是否会出现技术外流等问题。 对此,台湾经济部长在出席钢化联产工厂,接牌典礼后受访师表示,完全不会有技术外流问题,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只是就近生产支援,扩大商业版图,供应世界的策略之一。 他还表示,台积电在美国成长需要人力支援,目前派遣过去的人员大概有500个,但是台积电有工程师超过5万人,500人相对于5万人来说,占比非常小。 所以,根本不足以影响台积电的正常运营,台积电向美派遣人员,不光可以提供技术支援,还有助于台湾人才的地链。 台积电全球7万名员工中,很大一部分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取得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STEM相关学位。 该公司致力于招聘合格的求职者,更呼吁美国也努力支援相关领域高等教育。 台积电在美国当地招募STEM领域的人才的同时,也要加速培养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人才。 如需要时间强化人员对捷径式工作环境的了解。 近期和亚利桑那州当地劳工委员会、高中、大学、社区学院和其他组织合作,缓解人力短缺问题, 在当地社区还推出10天40小时的半导体快速入门课程。 另外,台积电在近期回应美国商务部关于晶片科学法案的公众意见文件中, 主动为供应烈火办发声,争取美国政府支援。 据雅虎新闻报道,台积电在给美国商务部的回复中指出, 正与40家供应商合作。 这些供应商正先后在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附近设立据点。 台积电指出,这些企业的设施接近台积电厂房, 可以降低成本,促进及时协调。 不过台积电指出,若以美国法令提供的贷款方式, 恐会使财务成本上升。 中小企业需要美国官方金融机构专业协助, 没有双边租税协定, 也使台湾企业在美国发展,缺乏租税优势。 台积电点名多加欧美、日本、台湾的供应链伙伴, 希望美国政府能广泛补助多个领域的供应商, 以及希望供应商申请补助时能优先获得支援。 美国政府计划实施晶片科学法案, 其中,激励计划总额390亿美元中, 可提拨不超过60亿美元, 用于支援相关企业或单位贷款或贷款担保, 最高达到75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计划明年2月开始接受业者的补助申请, 近期陆续邀请公众意见评论。 台积电还提出13页答复文件, 点出当前美国半导体供应链与产业的挑战, 并替供应商伙伴发生, 希望有助于整体产业生态在美国发展。 台积电在文件中提到, 在美国升息循环下, 半导体厂商涉及美元相关财务成本已上升, 若在动用融资贷款或其余财务工具, 加码美国投资将使财务成本提升。 另外,在美国设厂的复杂程度相当大, 希望官方严格审核资格时, 也应平等、公平且始终如一地适用所有公司, 稍有其事恐会损害美国加强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等努力。 台积电最初规划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新晶圆厂是5奈米制成, 晶圆月产能是2万片, 预计可以创造数千个专业工作机会, 更可以带动上千个关联岗位。 亚利桑那新厂将是台积电在美最大、 最先进的生产基地。 不过,事情从11月底开始发生变化。 据彭博12月初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 受苹果等美国客户敦促, 台积电将于2024年在亚利桑那州工厂生产4奈米晶片。 不过,据日经亚洲消息称, 亚利桑那厂最早将于2023年年底开始生产先进的4奈米晶片。 届时,苹果、辉达将成为台积电亚利桑那晶片工厂的 首批客户中的两家厂商。 其中,苹果将使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约三分之一的产能。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当工厂开始生产时, 苹果将是最重要的第一波客户, 辉达可能会跟进。 随后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称, 除了苹果、辉达外、AMD、赛林斯等半导体大厂, 也都计划向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采购晶片。 苹果最初的计划是使用台积电, 目前用于生产iPhone14和iPhone14Pro处理器晶片的 5奈米和4奈米工艺技术来制造晶片。 而且,台积电原本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导入5奈米、 4奈米制程技术, 越产2万片晶圆。 但现在的目标是将产能提高一倍, 并在那里生产更先进的晶片。 根据最新计划, 该厂最终将采用3奈米, 并额外越产2万片晶片。 此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证实, 亚利桑那工厂还会生产3奈米晶片, 但时间尚未确定。 消息人士称, 3奈米扩展的投资可能大于台积电 在工厂第一阶段投资的120亿美元, 但产能将根据客户需求进一步调整。 外资一则研究报告也指出, 台积电未来几年可能在亚利桑那州 扩大晶片代工的先进制程。 台积电自从2020年宣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兴建无奈米厂, 并从2021年开始动工至今, 首批机台设备终于到场。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于12月上旬举办盛大举办一季典礼, 即首批机台设备到场First Tooling典礼, 美国总统、商务部长、 重要客户如苹果、AMD辉达,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 以及董事长刘德因, 总裁魏哲嘉都亲自到场。 此外,三星和英特尔也在美国大规模 扩大晶片生产足迹。 三星正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价值170亿美元的晶片工厂, 而英特尔也正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新工厂, 并在俄亥俄州建设另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工厂。 外资表示,虽然全球半导体产业预计明年上半年将落到谷底, 但是台积电在美国或其他地区设厂, 已经是半导体产能本地化趋势引领的方向, 并由于台积电未来4至5年, 可能在亚利桑那州扩大5奈米、4奈米, 并持续构建3奈米的先进制程, 因此预估台积电到2027年, 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晶片代工制造商。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